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找出他的疑点 那事实上本来就这样 事实上民进党他们在批判国民党也是一种选择性的批判 比如他们讲很清楚 国民党执政才三年 负债1.3兆 民进党比较厉害 他们八年才负债1.3兆 但民进党这里是选择性讲了 你看他们林淑芬讲了 他讲的是选择性的 他没什么 林淑芬讲了 你淑芬讲了 卖竹产救台证 你看立委林淑芬 你淑芬